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买基金的历史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现场这两位 这个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买这个基金了 爱妮是在报社的时候 而且听说牵线人就在现场 对啊 现场人不多就是五个人 到底是谁 我就说民国大概86年的时候 我进民生报 那时候我们是叫民生的影剧报二报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位罗继夫先生坐在我对面 我说误打误葬去跑去 那我们那时候三个是同事 是我在进近日报 对 其实我们是同报系 但我们那时候 其实是跑理财新闻为主 但因为后来理财版裁掉之后 我就被发配边疆 你怎么这样子 没有没有啦 就是我们到处去求人家收我们啦 影剧版是民生报的主力耶 对啊 所以我就到处去求嘛 后来有求到在影剧版有人收留我啦 那时候就跟安怡有这个结束 我们那时候是同事 然后我们那种四个 而且他带着我跑新闻 他算是我师父耶 对啊 我陪他跑了一阵子影剧 然后后来他就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讲说 安怡你要不要买基金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基金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喝的吗 对啊 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跟我讲说 只要每个月有一点 有一点钱就可以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多少 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穷啊 那报社一个月薪水 也不过四万多块 然后我就说 那时候最有钱叫证券组 真的 然后呢 他就说不用多 他说三千块就可以买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三千块是什么意思啊 就每个月呢 扣定额定期的扣款 那我就想说 因为那时候的手续费是 我记得是三趴 三趴 然后不到 你没有帮他要到免费的哦 不是 那时候刚开始没有了 刚才三千块 其实要要很难啊 然后三趴 三趴的话呢 然后上限如果不到两百块 就要扣两百块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算一算 这样的话三千块太少了 是 所以我就买七千 因为七乘以百分之三 就刚好两百一十块 哇你记性好好哦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买七千块 然后他就指示我 买这一支买这一支买这一支 我还记得那时候就买 那叫什么 东方小型基金 然后东南亚基金 我真的都忘了 对 然后还有一支是 还有一支是什么 我忘记了 阿丽美中嘛 我忘了 反正就三支 到底有帮忙到 还是帮到吗 结果后来 重点都赚到 欧洲小型基金 然后还有一支 然后后来就七千块嘛 然后一个月扣三支 然后我又很怕我把薪水花掉 所以呢 我就设定扣款日 就是发新的隔一天 六号 对 五号发新嘛 对对对 六号就直接扣款 后来有一天 我就看我的包装蛋 哇 我在 哇 占了一倍耶 就莫名其妙 哇 就是一倍耶 百分之两百耶 两百多 可是啊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 因为他叫我买之后 我就叫我爸爸买 所以我 除了我买之后 我爸爸也买了一大 对 我就记得他没有来问我 要不要卖耶 对 都没有问过啊 然后也不知道要卖 因为只知道买嘛 买买买买 然后我就看到哇 百分之两百耶 我就跟我爸说 爸 我这支 现在变了两倍耶 对 我爸就说 那你有要去用钱吗 我说没有啊 没有要干嘛 因为那时候就年轻嘛 也没有要买房 干嘛 我就说没有要用钱 他说那就放着 然后于是呢 因为那时候他好像也转走了 也没在我们那一组吧 我只待了三四年 后来就离开报社了啦 后来他就走了 然后呢我就想说 带劲没带出 对 放着放着放着 诶 他就跌回来 跌回来了 跌跌跌跌跌 跌到后来啊 然后就是起起伏伏嘛 后来我就想说 哎呦 再跌就没了耶 所以我就想说 在差不多30% 还是40%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所以我其实还是有赚到 大概40% 40%多久的时间 蛮久了 我记得 应该赚有十几万有哦 对我是说多久 只有多久 四年四五年 反正我后来就进进出出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学会 我就从这件事情 我就学到一点就是 基金不能只买不卖 是 是不是 要落袋 我也按下 我现在就处于那个 只买不卖的那个 那你真的要跟姐姐学一学 然后经过那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 原来他会从200%跌下来的 所以要卖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很多专家会说 只买不卖 对 可是对一直要累积基金的 累积资金的这些年金族 像贾萱这样的出去 他不大可能一笔钱 一直压着 所以你还必须要钱滚钱 而且安宁讲到一点是因为 还好他是定期定额 可是很多人是用单笔 你如果买的时间点不对的话 那一路跌 其实要回本其实不容易 你当然还是要适时的卖 你看2008年那一根多恐怖 前面扣了三到五年 啪 马上就没了 所以后来我就学会就是说 我就自己设定一个停顺点 比如说超过15%到20% 那我就会问一下李砖 说那还会不会再涨 如果前景还看好的话 那我就再放 如果他说其实你不用追高的话 就是你不用在意是不是卖到最高点 他说你有获利就出啦 所以我现在后来大概都在20%左右 我就卖掉 15% 20%我就卖掉 就先挺立 对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让他卖了之后回来 我说留一点点钱 比如说再继续扣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那个第一笔买房子的钱 就是他帮我赚的 我贡献了是不是 还好 还好 没有让你亏到钱 第一桶那个后来就 就靠这样存了大概100多万 然后就是第一次买房子 就这样3000 我觉得安宜静的点是对的 然后而且他用了电期电额的方式 他有平均的风险效果 然后另外就是说他后来懂得出 其实不懂得出这件事情害了很多人 没错 不过我觉得他看类型 因为在86年 我很有感觉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在帮我的小孩也在做投资 所以那时候我很有感觉 那时候你买亚洲小型 买欧洲小型都可以累积很多 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小孩搭的账户都没有帮他出脱 那等到过了几年我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曾经看 哇塞 我小孩的钱比我还多啊 他已经累积到几百万了 因为我会进进出出嘛 那我进进出出 当然有些有小赚 有些小赔的 可是我进进出出 没有我小孩累积的多耶 所以你小孩就是定期定额一直扣 一直扣 那你都不会去检视 不会去看这只扣扣扣 对 但我把它买的 那时候我们都买这个亚洲嘛 或欧洲 其他范围都还蛮大的 后来我觉得他出场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光荣 因为小孩子到不到高中 国中的时候他已经有四百万了 哇 好有钱的强 每月其实是不多的 哇 当年小孩真好 哎呀 可是真的 所以重点是你没有停扣 而且你也没去看 你要累积 因为看了心情会被影响 所以你只进不出 只要看你的标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不见得是错 这一支买单笔是十万块 现在只剩六万啊 而且放了十年他也是六万 然后我就不理他 他改过名字嘛 本来是水智源 是的 是的 不是不是 不是吗 就是那一档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停售了 好像停售了 好像在台湾的话 然后 就是不把卖掉换其他的呢 对 可是因为他是不是没多少钱 我卖到他大概只有六万块 那也是钱啊 你可以买别的啊 我就不理他我就fine了 你待会不理他那也给我算啊 姐姐生气了 姐姐生气了 很多人想放着 不理他是怎样啊 对啊 然后 好 我回去马上卖啊 你再给我回到我账号啊 你想忘记他 我们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项目 然后呢 选择性忘记呢 对 然后其他的就是 我现在就是进进出出 也不算进进出出来 就是持续买 但是 如果他有回正 比如说20% 15% 我刚刚讲了 我就把它出掉 出掉之后 有时候我会换啦 就是出掉之后 然后有时候会听一下 李专的意见 他叫我买什么 然后我就禁这样 你这人是吃麻辣锅的 嗯 这什么都有 而且蛮辣的 你好辣 真的哦 你好辣 可是我 我觉得我中后还还不错 我这个 因为我都放在一个 你为什么配置这么多基金呢 你还有钱嘛 钱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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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我没有 一档 一档是不是七千块啊 你现在算看看有多少啊 那时候买的时候是 没有啦 后来我就是 定额定期之外 我有时候会买单笔的 可是 我后来发现我单笔的 就是 投资报酬率 其实我会比较辛苦 就是他会赚钱 但是我必须要看 可是我 因为我工作很忙 所以我不见得没 有时候看 对有时候 她单笔的进入点很重要 刚刚夏姐其实有讲 干嘛把赔钱一直留着 尤其做单笔投资人 一定要做停损 对 因为你进的点 因为我不是神啦 因为我不可能说 抓到最低点 卖到最高点 你万一 刚好进的点是最高点的话 你真的 就一路跌 对一路跌 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问请你 你跌10%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卖 如果你不想卖 跌20%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卖 你更不想卖 因为你想我10%都没有 为什么要跌20%再卖 一路就跌 跌30 40% 大有人在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永远都卖不掉 不过我那时候是这样 我买印度的时候就这样 就跌 比如说跌10% 20% 我就没跌10% 我就再买10万 是啊是啊 那是不是你有钱啊 分散风险嘛 那时候是李专叫我这样做 她说因为 你这样再买一点 再买一点就分散了 我大概买了三次还是四次 最后就回去了 那是你愿意 在低档家吗 对啊 单一产业比单一国家更可怕 但是什么 单一国家可以这样做 单一产业不能够这样做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人 会看那个基金的名字 会觉得这名字不错 是未来的趣旨 对 像你这种替代性能源 就是单一层级 专门投资在能源啦 对对 投资在矿业啦 投资在能源 你就会觉得 它是未来的方向 对 可是未来的方向 并不表示 它可以赚钱的 像替代性能源 通常是国家有钱要补助 你才愿意做 当国家没有钱补助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 所以这个能源就不会做 它现在是因为 它一直就是 不会起来 是因为那个能源现在很便宜啊 就是那几个国家 都一直在 替代能源一定要什么 就是真正的能源 像石油这个 没了 涨很多 大家怕说 我现在可能会没有油可以用啦 它才会有替代 但目前没有 所以你会建议它怎么调整 它这些手上 你刚刚说麻辣锅的基金 对 它真的是麻辣锅耶 真的吗 为什么是麻辣锅 还有什么很可怕的吗 你的单一 你的单一国家 跟单一市场 还有新兴市场 都很多 你成熟的只有一个 那个美国成长基金 对 而且唯一跟全球相关是资源 对 不对耶 你更不然 我都是去运行的 应该是说 很多人跟安宁一样 我觉得买多就叫做分散风行 不是 还要看他买什么类型 那以安宁这个投资标记来看 全部都集中在新兴市场 或者是 感觉上他的新兴市年龄 多动比较大的产业 这项就比较不好 就比较危险 风险比较高对不对 对对对 没关系你很辣 哈哈哈 所以投资金才是 最重要是了解你自己 你自己最知道 你适合什么样的